沒有意識到 惹我會隨時沒命的 現在我手掌照一用力 你的頸就斷硬 所以 現在你有沒有想明白 和我作對有什麼下場呢 這個時候的趙君 頸被雲長空尺住 勝任沙啞 但還嘴硬 哎呀 雲長 放開我 哦 我放開你 似乎好配合 雲長空手掌一用力 就會把趙君條頸捏斷了 而趙君 睜到眼睛同靈那麼大 似乎到最後斷氣的一刻 都不願意相信 自己竟然死得那麼輕易 雲長空看著趙君條絲 好像扔垃圾一劈出去 開口就說了 雖然我不是孤月聯盟的人 不過你這種卑鄙小人 我真的看不順眼 一心打算殺我 哼 你先走 這個時候 四周圍的強盜 已經慢慢圍著雲長空 目露空空 一個一個拔了一把兵器出來 而一個靈氣七品的強盜 看著被他們層層包圍的雲長空 開口冷笑就說了 哈哈哈哈 英俊 我們圍到你鐵桶一樣 我看你這一魂插也難飛 哦 我真的很奇怪 剛剛我殺趙君的時候 你們大把機會出手 一個二個拔了雙手 那又怎樣 這麼積極 後悔 哈哈哈哈 一個靠出賣聯盟 得到首領為止的垃圾 死就死了 如果不是有大頭領的命令 不可以得罪首領 我親手托了他也有知 這樣算下去 我還要多謝你幫我殺了他 如今他死了 只要把兇手都殺了 我們非但無罪 反而有功 哈哈哈哈 這個強盜剛剛講完 四周圍的強盜也都以呀呀的附和起來 雲長空 將這些強盜一個一個看在眼裡 突然間 心裡有一個全新的計劃 啊 這招算不算借刀殺人 看來你們大頭領威信很高 聽趙君的命令 怕是大頭領有命在先 所以我現在殺了趙君 你們殺回我 歸根到底不是為他報仇 而是怕大頭領責怪而已 狼木山害死了阿狗 雲長空的理想就是滅了整個狼木山 但是狼木山強盜至少過千 自己點殺得遠 最多就騙死他們三個頭領 但是現在 雲長空就想到一個借刀殺人的念頭 這病刀還要找張氏家族出面 既然兩個和自己都不對頭 那就等他們夠咬夠骨 就在這個時候 門外邊突然傳出一聲哄聲 全部和我走開 隨著這聲哄聲 外圍的強盜全目瞎瞎瞎地湧入來 那個靈氣狗敏的強盜恩俊 更加是衣衫不整 推開重重圍困的人群 來到雲長空的刑將之內 一入到刑將 他見到趙君條絲 非常開心啪啪聲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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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趙君 這件垃圾死得死了 唉呀 阿爺現在吐一口氣都順一點 雲長空見到四周圍的強盜 一個二個都笑其其 沒有一個出面幫這個趙君報仇的 他有點悲哀地看著那個死不瞑目的趙君 在孤月聯盟裏面 至少沒有一個人會想自己的同伴早點死 尤其是秦與非這個表姐 一直都是真心幫他 但是這個趙君 竟然背叛孤月聯盟加入狼木山 看下去地位提高了風光無限 實質上 就多麼悲哀 狼木山一個二個強盜 一個二個都是把頭 入在褲頭上混食的豺狼虎炮 眼裏面恐怕只有自己 根本就沒有什麼情意 加入這樣的強盜團火 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之前那個靈氣七品強盜 見到欣俊入一禮 立刻開口獻味就說 欣俊大人 殺了這條靚鏡 我們就可以跟三個頭領交代了 好 好好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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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啊 這條靚仔被我們圍到實 他插也難飛 殺了他 我們就可以回山寨 在這個這麼難地方 如果不是趙君那條木契 我們根本就不用蹲這麼久 你們全部跟我圍好他 這條幼仔跌佬的本事都有些 看緊他 殺他的事 我一個人就夠了 這個欣俊 一直講 一直在握拳頭 紫關節逼迫白白的走起來 這個時候的欣俊 氣勢不知多強大 看著這個滿面自信的欣俊 魂長空笑了笑 竟然把把戰刀插在地上 没有任何兵器赤手空拳 笑着就对殷俊话 想杀我啊 下集先啦 第一百一十一集 看到云长空现在沙尘白伏的样子 殷俊也都被他激到杂杂跳 英俊你现在买棺材不知道定顶了 十招准备好了吗 你奶奶 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于这种完全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的行为 恩俊只懂得说粗口 根本不废话了 整个人身形一闪 化了一条影子 呈现一个非常鬼的角度 对着云长空就冲过来 云长空看到这个大只佬竟然懂得化影 心里面赞叹就玩了 哎呀 好像海炮那么大的身形 竟然可以快到嘀嘀声看都看不到 速度认真不错 他云长空微微一笑 身形丝毫不动 瞬间之后 劲锋骰然而知 占弱的劲气 带着撕裂空气的刺耳声 对着云长空就直撲过来 恩俊的攻击位置好刁钻啊 因为周围有强盗手持心寒的兵器 虎视丹丹 有些地方云长空都不敢到处去闪避 那个拳风 刚刚好 就是拿出云长空一个难以顾及的位置 如果云长空平时最佳的状态 当然是闪开了 如果不是 你才九成九亨到正的了 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之下 好像刁索一样的云长空 在拳风暂至的瞬间 身形突然间一阵 随即 在所有人的错愕目光之下 一条幻影的脚影浮现在身前 这条幻影的脚影 和恩俊拳头相撞 砰的声 死周围的人 直以好像被人兜巴声的 轰轰轰轰 这股光满的劲度 这一刻 好像传水一样 喷涌而出 直接令到恩俊身形 暴退一十几步 每一次的脚插落地 都会在地上留下深深的脚痕 恩俊穩住身形 心里震撼无比 他修炼的是土属性元气 以力量著称 加上自己雄忍的身形 尋上之人和他咬手瓜 根本就是想死了 而眼前这个豆釘 还没成年 体型自然及自己 修炼的 也不是土属性元气 这样的种种情况加上 如果云长空用万力和他对抗 云长空是虚眼底的 所以这个恩俊 一开始就打算用具力来 降伏云长空 但是现在很明显 情况完全不同了 恩俊想不想 睁大雙眼 全身的毛孔罩然收缩 眼前这豆有的蠻力 可以和自己硬坎 只可以说 他的真正实力 比自己强得多 恩俊的心 现在回到京都海浪 怎可能呢 他未去到墓花旗 我是灵气狗笨 就在他想来想去的时候 一条黑线 竟然好像在空间穿梭一样 骤然而止 眼前黑影浮现 惊骇中的恩俊反应不慢 他脚掌一顿地 大大脊的身体 竟然急速暴退 而黑影浮现 云长空微微一笑 手掌就对着暴退的恩俊 顺势一撇 随即 一股无形的狂暴敬气 瞬间又飙涌而出 在这股敬气之下 恩俊暴退的身形 变得极为迅速 直接令他失去平衡 雙脚亦都在地上 戒出一条长长的痕跡 最终平淡一夜 一个八月十五 就等着在地上 还滚了两滚 表现了一出反转的狗食屎 看着极为不雅的恩俊 云长空拍了手就说了 哎呀 恩大哥 李一赵 你叫我什么呀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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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真是 真是 真是 我 你个恩俊何时 在醞釀元气的手掌突然伸出 元气运转到拳头 令到他的攻击力去到一个可怕的层次 直接带着一股凶猛的掌风 对着云长空的胸口就踏过去 看到施展斗技的印尽 云长空依然是不避不闪 手掌好诡异伸出 在身体之中 金属性的元气也运转到掌心 虽然两个人都没办法元气外放 但是单单将元气运转到攻击的地方 就会令到威力增倍 随着一声震山掌叫起 云长空的掌印也呼笑而知 一掌对一拳 两种极端的硬砍攻击 就在沉满的碰撞声中相遇 印尽的拳头之上隐隐传来刺痛感 不过他今次就一尸一毫都没有退属 反而带起一股凶悍的气势 转瞬间 另一只手掌向前一探一扎 云长空一只手臂就被他擒住 他握着云长空的手臂大声一渴 你奶奶 你们眼光光看什么 肉手 面对着这个恩进的航空 四周围围观的强盗 本身以为两个是一对一只臭的 谁都想不到这个恩进开始熟沙了 当直 有一个强盗反应最快 扔起把刀就对着云长空杀过来 感受到背后一阵劲风吹离 一个灵气七品的强盗身形 亦都是惊闪而出 上掌握着一条长枪 对着云长空的背门就刺过去 这个时候云长空的手臂被印尽捏住 看样子恐怕是难逃被刺中的命运 云长空现在真是抄抄抄蟹了 你老板不是只臭吗 竟然找帮手你要不要面子 在无数到目光的注视之下 这个灵气七品的强盗 锋利的长枪瞬间变得缓慢了下来 连带他本人的速度也变得缓慢无比 就在这个缓慢的冲刺 云长空已经一脚伸了到这个恩俊的腹部 直接将他踢飞 而他本人就向右一闪而过 将果病不知慢了多少进去的长枪 顺势避开 恩俊个人就被云长空一脚伸进肚 整个人的心都凉了 他脸都青了 开口就说了 你老板 敢都杀你不死 既然你叫人家帮拖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就在恩俊心里面惊骇的时候 一只略大冰凉的手掌 不知何时竟然就印在他胸口上面 冰冷的手感令到恩俊汗毛都树起了 胸口的位置只要劲力一推 即使不死都要有排算 命门被人制住了 恩俊的身体瞬间僵硬 页头上面冷看直流 眼前这个人的速度已经去到变态的阶段 而周围的人看到恩俊被人制住了 一个一个都站定定在那儿 不敢上前 云长空按住恩俊的胸口 开口就说了 我特意用盲力跟你硬坎 你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如果我用我擅长的招数对付你 你认为你会怎样 想一下吧 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少 你心知肚明的 你…你想怎样啊 你说我这样的实力加入狼木山 够不够啊 蛤…你要加入狼木山 恩俊的脑真的有点转不过来 这个人前脚还被自己人追杀 但是后脚竟然说要加入狼木山 真是翻书都没他那么快了 云长空就说了 是啊…我和狼木山其实哪有什么仇怨啊 就算你们之前死过二十几个人 亦都是追杀我的时候被那些魔兽杀的呗 他们自己打不赢那些魔兽死了 不可以赢我啊 大家一场误会而已 其实这些事的发生 全部都因为赵军 现在赵军都冷了 我们之间自然就没什么误会了 那狼木山各位兄弟 我知道 你们之前呢 因为是得罪了一些不应该得罪的人 才被迫加入狼木山做强盗的呗 那我现在也是一毛一样的呗 我也是得罪了一些人呗 他大声就绝对被人盯死啊 不安全 所以我想加入你们啊 你的神力太强了 加入的事我说了不算的 如果你的神力在武花旗 恐怕三位逃领都不会给你加入狼木山的 啊 这么离奇 怕我勁果龙奪权啊 放心啦 我灵气七品而已 之所以可以轻易 击败你 是因为我修炼的是圣佳功法 赵军这条爛毯呢 虽然啊 扒街点 但是他有样东西说得没错的 我身上哪有圣佳功法啊 第112集 听到云长空自爆有圣佳功法 无论是恩俊 还是其他强盗 一个一个睁大眼都不敢相信 圣佳功法 在这些低层的人眼里面 绝对是高攀不起 即使是三位头领 听到圣佳功法这几个字 恐怕都要激动到睡不着了 云长空继续说 我要求不高的 好像赵军那样就行了 做个小头领 带着一百多人就行了 想想 由我这个实力 给一般灵气 九品武者强不少的人加入 又愿意将圣佳功法 送给三位头领 对在场的诸位来说 是不是大功一件先 这个时候 那些强盗 听到心都行买 那个恩俊更加是面都红了 开口就说了 圣佳功法 就算献给三位头领 他们都不给我们修炼的 如果你真的有圣佳功法 你不如教我 我就听你知敌 那个赵军 凭什么可以做到小头领 不就是被狼木山带了几十万金币 并且为了财富 狼木山和孤月联盟施杀的时候 損失了不少人马 区区几十万金币 又怎样可以和眼前的圣佳功法相比 而且这个功法 根本就不需要杀人冒险 是双手奉上 用脚趾都想到 云长空要在狼木山做个小头领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出意外 他们这些人 也会因为发现云长空这个大功 而受到奖赏 我想你要失望 我是金属性元气的修炼者 圣佳功法自然都是金属性的 你是土属性的 念不到的 你在狼木山地位应该不低的 如果我顺顺利利做了个小头领 你愿意跟在我身边 我就愿意送你一套土属性的凌阶高级斗技 我的实力 等你跟着我 应该不觉得委屈吧 尼泡华法 帮赵军这样的靓氢 我都不委屈 跟着你就不用说话了 只要有灵阶高级斗技 我跟着你 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杀人放火抢女人 我最在行的 这个印尽越说越激动 作为一个强盗 他就认真合格了 他们一般打劫开的人 都没有什么大人物 所以也注定了 他们的功法不会高得去哪 即使是三个头领去到墓花旗了 也仅仅是修炼灵阶中级功法 至于印尽 就更加是得过灵阶低级功法 一听到有灵阶高级斗技 印尽就不反应 这个时候 又有几个土属性元气修炼的强盗 一拼一出来 一个一个苦手清神 都是要跟住云长空捞食 至于其他人 见到个个都在开口说要 一个一个都不收书 向前奉影 不难看得出 现在面前的这个年轻 是一个大财主 金属性的圣佳斗技 土属性的灵阶高级斗技 好像不用钱般到处 刚刚遇到个深远的财神夜 还不立刻过去捞油水吗 看到这帮人 日头还跟着赵军 哭打哭杀 就是要追杀自己 夜晚一个一个斩了眼 闭了尾 口里面 还一个大人 二个大人地叫 云长空的心里面 就响起了八个字 唯利是图毫无原则 这帮人再加上消杀抢略 真是死不足惜 云长空微笑着就说 好 那就派人去山寨通气先 我随后就到 正所谓狡兔三屈 这个狼木山平时里面 什么人都敢抢 就连四大家族都不例外 但是没有谁真的可以灭了他 因为外人几乎不知道 他们真正的山寨在哪个地方 而且连斗口都不止是一处 当然 如果四大家族真的要动他 狼木山竟十倍都必死无疑 只不过要消灭这个狼木山 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四大家族便有什么心机做些为民除害的东西 又要死人又要虚本的生意 他们绝对不会做 所以狼木山偶尔都抢下四大家族 但是一个二个大眼墙 他们绝对不会做得太过分 云长空要做的 就是将狼木山所有的老巢都找到 而且引有将士家族来灭了狼木山 靠自己怎么杀都杀不杀狼木山的所有强盗 如果有将士家族的大军过来帮忙 就算不可以杀到一个都不正 恐怕都差不多了 这样一来 对好都令将士家族出些小血 付出些小代价才行 正所谓不日虎月焰得虎子 退一步来说 虽然说狼木山的人 一个二个就跌进了钱瓶里面 杀人都不眨眼 一旦有什么意外 凭借着水墨光滑 云长空有自信可以逃出生天 在印尽这帮人的带领之下 云长空他们直接向着北边的魔兽山林 走过去 七拐八拐之后 终于在一处茂密的山林前面停下了 山林的一侧是一条极大的峡谷 印尽对着云长空就说了 云大人 前面在大头领居住的寨府了 派去通讯的兄弟说 大头领一听到有圣街功法 就立刻亲自要召见你 这一度寨那个大头领的寨府啊 看来看去 连家屋子都没有啊 平日我们连四大家族都敢抢 有时候落手重一点 那些大势力就会派人来围绕的 所以我们从来都不住屋 山林谋物 山凤之上天然洞府无数 有时直接就自己打作洞府 所有人都住在山洞里面的 这一度是我们的地盘 没有千军万马 根本找不到 所以这么多年来 哪个人都灭不到我们狼木山 啊 果然厉害啊 在他们两个说话的时候 一把躁狂的声音从前边响起 听到警戒的人说你们来到了 我等不及了 他们两个人抬头一望 一个光头的大直佬 笑着走一上来 一身横欲 走一步啊 震三震 来远点看 好像整个波一样滚过来 这个光头大直佬身后边 还有两个披着黑色长袍的男子 左边一个颇为白正 整个人看起身 就有点阴沉内敛 另外一个 左耳带着一只大大的耳腕 张开大嘴 笑奇奇 两个完全不同气质 看到这三个人 印尽在旁边 立即拱手行礼 拜见三位头领 云长空 你还不快拜见三位头领 朗木山三大头领 凭借着灵气的收围 短短十年就组建了一个上千人的强盗团火 好 这个 眼里面闪过一抹寒衣 掌心向着刀柄一拍 砍刀就对着云长空 暴退 包随东 同样一声冷血 脚尖点在地上 体内元气狂荣 身体就好像狂风掃落叶一样 对着云长空就追杀过去 同时五指一身 竟然将那把射向云长刀的砍刀再次插住 一刀顺势而撇 看着穷追不死的包随东 云长空尾头紧皱 都没时间想那么多策略了 身体一攻 上脚向后一弹 向着一边就闪了过去 同时手里面的战刀 画了一个半圆 用了一招自力打力 将夹杂着毛鼻凶寒的净气 向着包随东重劈而撒 包随东见到他这招 妙之豪颠 心里面真是有点赞他 他头顶上的阴影所带来的空寒净气 令到包随东眉头眉皱 他手里面的砍刀一砖 一声低渴 砍刀至上 瞬间被一股淡淡的红色热流包裹 热流所过之处 周围的空气就好像被蒸熟了 不过这样 砍刀微微一滞之后 带着一阵破耳的风声 重重地落在漆黑的战刀之上 只能听到叮的声音 两把战刀上架 一阵热浪狂拥啊 无法旗和灵气旗的差距真是很大 包随东元气的云口程度 是云长空无得比的 包随东在使用斗技的前提之下 财主一声清响 竟然将云长刀手里面的战刀打到甩手 战刀一甩手 云长空面色都变了 一高安身就打算去执了 这个时候包随东就得赤了 他冷冰冰一笑 身形率先拔地而起 借着元气辅助 飞快地闪身去到战刀之下 游长一探 一夜就将把战刀扎在手里面 谁知包随东刚刚拿起把战刀 他就面色一扁 他的身体好像陷入泥沼一样 即使有元气帮助 速度也受到严重影响啊 云长空的心认真慶行罗 开口就吵 你奶奶 看小爷爷嘛 以为爷爷只是一种斗技啊 说完之后 举起掌印 一掌镇山掌 就对着包随东哼过去 包随东 只是觉得背脊 有一股强劲的净气涌过来 面色狂变 但是相转身回防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好将手里面的战刀 用力一扔 好像扔暗器一样 向着云长空就砍过去 但是这么慌乱 云长空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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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